继续关注新闻 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公布之后 外界也密切关注美方的态度 美军前太平洋司令布莱尔日前对此则声称 美国应当在南海使用军力来应对中国在中非争议岛屿的活动 同时由美高官首次放言 南海是美国最高国家利益 那么未来美国将可能在南海采取怎样的军事行动呢 其亚太盟友又会如何配合呢 来看看报道 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退休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 在所谓的仲裁裁决公布后第二天 就向美国国会一个参议院小组递交了建议书 认为美国应在仲裁案之后采取措施 让中国改变政策 他在国会听证会上进一步表示 美国应当愿意使用军事力量 来反对中国在中非争议岛礁上的活动 他声称建议的目的并非是为了黄岩岛找中国打架 而是对中国军事行为涉陷 虽然美防长卡特日前特地向菲律宾保证 将信守美非防务条约的坚定承诺 但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目前仍拒绝表明美方是否会依据美非防务条约 派兵协助菲律宾争夺与他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岛礁 实际上在仲裁裁决公布当天 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康达 在一家华盛顿智库演说时就声称 美国在南海的军事能力包含四个方向 包括定期展示军事能力 维持稳定的军事行动 促进整合区域安全网络 以及直接与中方互动 以降低双方军事上的风险 可以看出来美国是把军事手段作为一种工具 希望中国能够按照他所设想的模式 来进行相应的海上权益诉求和行动 但是这种做法能不能如愿 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 它的负面的影响是非常明显 那就是加深了地区的紧张局势 同时还使地区的其他声索方 受到美军的鼓励 也提出了更加咄咄逼人的利益主张 和相应的海上实践行动 增加了中美两军在这地区擦枪走火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 康达当天还声称 南海是美方最高国家利益 不会因为在别处换取合作 就对这个重要航道视而不见 而这也被认为是美国高级官员 首度在公开场合 以最高国家利益表示对南海的立场 它如果作为一个政治信号 或者政治气球来进行试探的话 它的性质还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最高国家利益的这种表态 如果就其内涵来理解的话 它首先是指可能要牵扯到 美国的这个生死存亡的这个问题 其次它可能涉及到 重大的国家利益的这种关切 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 这种表态是全新的 有观察指出 美方官员的言论 在于有意突出所谓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以表明美方将通过军事实力 来维护其所谓核心利益 实际上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此前就对此指出 商业航行自由在南海地区 到目前为止从没问题 但没有哪个国家会像美方一样 主张违反国际法的军舰横行自由 它的意涵在于 给人的这个印象 它是要加强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抗 就我个人的理解 这种对抗应该说是地缘战略对抗 香港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 许珍接受BBC中文网采访说 这场诉讼的直接利益相关方中没有赢家 因为根据判决结果 南海水上地貌都仅仅是礁石而没有岛屿 不仅中国没有主权 菲律宾越南也没有排他性权力 但唯一的赢家是在这一区域没有直接利益的美国 裁决结果保证了南海的所谓自由航行权 另一方面 美日在近期参与的多个会谈都特意提及南海问题 日美韩三国周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副外长级磋商 其中除了探讨合作应对朝鲜核问题外 与会的美国副总统拜登还直接点名中国 声称只有美国的持续参与 才能使亚太地区保持稳定与发展 参与磋商的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 还望言仲裁法院的裁决 将对南海的和平及争端解决做出重大贡献 而在日美副外长会谈中 日美双方就一致同意 为确立所谓的海洋法制进一步推进合作 同时正在印度访问的日本防卫项中古员 周四与印度防长帕里卡尔举行会谈 双方达成了新的海洋问题磋商框架 并称之为海洋战略协议 共同社报道称 新框架特别针对围绕东海 南海和印度洋等问题的海洋安全领域 将就有关形式情报的共享 以及合作方式展开常规讨论 日本将借此与位于海上通道的南亚大国印度 在海洋安全领域加强合作 共同社称 日印双方还商定 此前由美印两国海军实施 海上自卫队参加的联合训练马拉巴尔 下一年度起将改为日美印三国主办的形式 而中古在会谈中更是就南海问题声称 仲裁法院的裁决是最终决定 当事国有必要遵从 希望继续合作 帕里卡尔也回应称 此次裁决显示了法治的重要性 希望和平解决争端 印度应该说对于中国在印度洋上的海上实践活动 特别是具有军事含义的相关的活动 持一种非常警惕的态度 我觉得他把南海 同他没有直接利益相关的南海问题 也是把他作为一个抓手 通过同美国和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 来牵制中国在印度洋上的相应的海上实践活动 他作为一个交谈或者交换的筹码 不过外界也注意到 早在今年4月 中俄印外长在会晤后就发布了联合公报 其中明确规定 所有相关争议应由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协议解决 针对当前的南海问题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周四表示 俄罗斯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连贯不变的 俄方希望参与南海水域争论的国家 遵守不使用武力的原则 继续在国际法基础上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调解分歧 非地区力量试图介入南海问题的调解 会适得其反 表达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南海的局外大国 一种建设性的一个态度 又表明了他们一个中立的立场 也就是说在南海问题上 局外大国应该来说更多的做一些建设性的一些活动 而不能够采取一些破坏性的活动 南海仲裁结果出炉悍然否定南海断续线 并将太平岛降格为交 连日来台湾岛内各方纷纷呼吁蔡英文当局 采取实际行动驳斥荒谬的南海仲裁 然而蔡英文始终并未做出明确公开的表态 此外有分析就指出 仲裁庭一定要指路为马 把太平岛裁定为交 背后有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 来看看报道 针对南海仲裁结果将太平岛定义成交 周五亲民党民进党中国国民党及时代力量党团代表 发表共同声明 直指该结果有违事实 台当局及民众无法接受 声明指出对任何国际仲裁之片面之决定 一概不予承认 针对太平岛声明表示 台湾实施战友有效统治太平岛超过半世纪从未间断 2008年及2016年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及马英九 均亲往太平岛视察驻守人员及岛屿建设 太平岛等南海诸岛归属问题 绝非任何国际仲裁所能挑战或改变 外界注意到南海仲裁案持续受到台湾民众的关注 但是即使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 蔡英文本人至今仍未做出正面公开的表态 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指出 蔡英文当局要认清事实 在美国目前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 台当局只是一颗棋子 世岛维交是第一颗外围的棋子而已 文章呼吁台当局认真思考 两岸如何共同面对南海的挑战 并希望两岸学术界能够继续用知识捍卫南海的权益 台湾的政治团体可以与大陆展开密切互动 向外展现共同立场的决心 蔡英文有没有声明 我觉得并不怎么 在我来讲其实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如果说蔡英文的声明 还是跟今天这个立法院的声明是一样的 我必须要讲说 其实他们都没有碰到问题的核心 而只是绕边边打他边球 在历史上 太平岛被中国渔民称为黄山马志 日本在清华期间曾长期占领自岛 并且在岛上进行林矿开采 后来还曾在岛上驻扎过陆战队 气象情报队 通信派遣队 侦察机部队 后来又建立潜艇基地作为日本侵略东南亚的军事基地 日本投降后 实陈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的林尊率太平中叶两舰接收南沙群岛 将南沙主岛以所成军舰建名改为太平岛 并在岛上树立刻有太平岛字样的纪念碑 随后接收人员又到中叶岛 西越岛 南威岛 分别在岛上举行接受仪式并立碑为证 很多人都感到这个不可思议 关于什么是岛 什么是礁 这个标准 以往国际司法机构都采取一个非常紧身的态度 这个仲裁庭呢 他就能够胆大到自己来 这个毫无根据的来设定一些标准 我觉得这么极端的判决 我只能说是又可气又可笑 他恰好证明这个仲裁庭完全没有公正性 客观性 不论从哪个方面 太平岛都符合国际法上关于岛屿的条件 此次菲律宾最初并没有将太平岛放在请求 仲裁之力 后期才将其放入仲裁请求之中 有分析指出 菲律宾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借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矛盾 有意将太平岛特别提出 一方面可以挑唆两岸之间的矛盾 还可以达到将所有南沙跌潮高地 全部延交化的目的 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南海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刘海洋指出 仲裁庭就太平岛地位做出的实体裁决 几乎颠覆了所有中外法学专家的预期 它看起来不像是基于法律和事实的中立的正常逻辑推理 更像是为迎合美国南海地缘政治需要 在预设结果后做出的逆向论者 首先从本质上看 这样的结果是确保美国军用舰机 在南海航行自由的客观需要 裁决将包括太平岛在内的众多岛礁 财定为礁石或低潮高地 剥夺了中国对个别岛礁的原本享有的主权 以及享有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意图让国际公认的南沙群岛全部变为礁石 最大限度的满足了美国的现实需要 为美国在南海开展军事行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下一步美国必然会以裁决为基础 挑战中国对相关岛礁的主权 其次裁定太平岛是礁为迎合菲律宾其他所求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法律基础 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为什么可以针对您说瞎话 他当然有他的战略考量嘛 他的第一阶段就是先帮你整个给封起来 这太平岛就是一个礁 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民营党 这就是一个礁 将来你们两岸就算合作 明明就是礁跟礁的合作 近期有两张南海地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一张是在加拿大温哥华旧货市场发现的 标明南沙群岛属于中国的美国制地图 一张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网站发表的 来源于美国政府的地图 地图上把中国的太平岛标注为岛屿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唐纳在回应记者 就此提出的问询是东张西望 顾左右而言他 这其实反映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真实立场 美国政府原来认为太平岛是岛 现在就是认为太平岛是礁 美国这种经常性的毫无原则的立场转变 恰恰是美国霸权政策的真实写照 周四香港大公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出现的几张照片同样也能关注 作者李李在自己收藏的不少战争年代的外国杂志中 发现了一张二战期间 美国时代周刊《生活》和财富三大杂志联合发表的亚太战略专刊 其中一篇有关菲律宾的文章介绍了美国眼中的菲律宾 那它里面呢就是有美国的对亚太局势的一个整体的分析 就是二战之后 美国在亚太的这个策略呢 就是扶植一些新的国家来为它战后的利益去服务 美国这么多年 它又想重返亚太 又想找一个针对中国的理由 那它就用了 恰好用了菲律宾这个国立日衰 那菲律宾也有这个需要 此外最有意思的要数一副冠以太平洋和平局势的地图 这张地图用弧线标注着跨太平洋防卫线 以及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中南半岛和印尼独立之后形成的新国家范围 有趣的是在中国南海上 惠图员画的一道直线绕过大部分南沙群岛 等于默认了包括南沙那一大片海域都属于中国 从当时的历史角度上来看 就是美国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太平洋的国家 它在太平洋有很重要的这个国家的利益 但是它当时就是没有考虑到战后 以至于中国现在在海上利益 包括这个海洋利益的越来越强大 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医评论员孙兴杰 孙兴杰您好 南海仲裁结果公布之后呢 美国白宫亚洲事务负责人康达公开说 南海是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 引发舆论哗然 那您是如何来看美国官员的这个表态呢 康达的说法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或者白宫的真实想法 南海仲裁结果出来之后 奥巴马只是轻描淡写的要求中国钻手 这说明美国对于这个结果是非常满意的 不需要美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冲到第一线 而康达的表态则是美国在南海的真实想法 假如说仲裁结果没有让白宫满意的话 奥巴马也不会如此的淡定 什么时候南海变成了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呢 无论希拉里还是奥巴马或者是五角大楼太平洋舰队的高官们一直都在强调南海的航行自由 美国在这个地方的核心利益就是航行自由 而且以这个理由把航母舰队都派进来了 好笑的是在过去几十年来南海的航行自由都没有受到威胁 那只能说美国政府和军方都在说假话了 现在康达说南海是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 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要把如此之多的外交军事资源都要倾斜到南海 费尽周折的进入中国在建岛礁12海里的范围内刷自己的存在感啊 那您觉得美国在南海的这个所谓最高国家利益到底是指什么 既然是最高国家利益肯定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了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在欧亚大陆防止出现一个可以挑战美国的大国 冷战其实也是围要这个主题展开的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抄毒霸 俄罗斯已经衰落了 克里米亚危机之后 美欧联合制裁俄罗斯 让雄心勃勃的普京也难以大展宏图了 从奥巴马宣布要当太平洋总统之后 中国就是美国防范的主要对象 而从地缘上来看 南海就是少有的可以约束中国的筹码 看看这几年美国在南海周边投入的精力和资源就知道 他们其实早把南海视为最高利益了 南海仲裁的结果未必能够根本改变南海的格局 但是却帮美国抹黑了中国 可以预见美国不会轻易放下仲裁案这个筹码 并会以此在南海地区吹响集结号 也会在不同的国际场合针对中国来炒作仲裁话题 等到仲裁案的舆论效应慢慢散去之后 美国依然会以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游荡 因为美国官员已经公开声称 南海是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 不过这也让国际社会让中国的民众看到了南海问题的实质 就是海上霸权国对另外一个新兴国的遏制 这是大国政治的游戏 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玩得起